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們可以一家三口 齊齊整整地一齊出來做模特兒 我覺得真的很幸福 不用這麼好戲, 教授沒跟過你 話說回來, 最近好像沒看得到我們 是呀, 正常 他應該非常滿意我這個 作為未來女婿的人選 我現在帶車時, 你們先走吧 我很快就回來了 好, 冷了, 開車 爸爸… 冷了, 你剛才叫我什麼? 你叫我再一次, 你叫我爸爸嗎? 冷了 冷了 Hotter, 很久沒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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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有嗎? Dianca Paul 有些花嗎? 替你介紹吧, 這位是Paul 這位是Golden Donut Donut, 你在哪裡? 很久沒見了, 這麼久沒見了 Donut想跟我玩 這裡, Donut, 來吧 Good boy 這隻是他教的 Good boy Donut, 要走了 好了, 我們要做事 不好意思, 我們趕時間 再說了, Paula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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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伯母 什麼? 我打算下去逛逛 我打算看看阿東他不在這裡 帶他去繞圈 剛剛Polla打他出去 是嗎? 伯母, 你自己一個在家 吃公司新聞紙也吃得這麼有格調 還有Aman 真的嗎? 庭庭他遇上了個前輩子 你說家豪嗎? 就是那個家豪 我一開始還以為他死了 誰知道他在那裡 Polla跟你說他死了? 不是Polla說的, 是東跟我說的 或者應該這麼說 是庭庭他很少提及 我就以為他死了 難怪剛才庭庭神不守舍 不是, 伯母他跟你很熟悉嗎? 他就是想跟我熟悉 聽你這麼說 你對他的印象是一般的 真的跟我說話嗎? 我一眼就看穿你了 那介不介意分享一下? 他跟Polla已經走了一段時間 十年也有八年 雖然是營養師, 又是健身教練 也算是一個專業人士 但是他絕對親愛我女兒 為什麼? 我看他又高高大大 說話有文有老, 這樣好像還可以的 我看人是沒有錯的 他這份人眼神浮離, 凶神惡煞 古惑又小家又小器 你知道嗎? 第一次跟我吃飯 那盤果腩都是Polla買的 那頓飯還拿了一頓 這麼適合? 他只幫我倒一杯茶 你說吧, 他是否想給Polla? 絕對擋不起, 這些人是活該的 跟他一起過已經益了他 對了, 但他們為什麼分手? 我也想知道, 波蘭說話也行 你也不知道嗎? 怎麼這麼好? 你倆父女一件事都搭錯線了 你很聰明, 很聰明 你現在連線都還沒搭到 我相信我, 哥哥, 什麼意思? 我還在回答 你乖那人會不會想跟婷婷翻打? 不奇怪的 波蘭條件這麼好, 很多人追 你去吧, 你好自為之 冬鬥… 去吧 我先人 你好 又是你? 對了, 怎麼這麼巧? 大家住在同一區有多巧 既然你在這裡幫我放冬鬥 他不想動, 我就想跑步 好的 謝謝 太好了, 終於可以休息了 你怎麼做狗?媽媽也不陪 什麼?他做事要多跑, 要快 什麼都搶著走, 讓爸爸就不會 他會讓我到處去, 還不時帶我去威 你還沒說, 我還提你爸爸 你之前明說他死了 為什麼現在無故上山? 我什麼時候說他死了?你懶得醒了 那現在說清楚了, 你最後一次見你爸爸 什麼時候? 有一天, 爸爸突然間不見了 媽媽又接走了我 還說我以後會跟他一起生活 之後就沒見過爸爸了 那接著呢, 為何他們分開? 有什麼原因? 我又不知道, 分開要原因嗎? 冬鬥, 你長大了 你可不可以做一隻可靠一點的狗? 怎麼這麼敏捷? 總之爸爸回來就太好了 我們可以在一起住 你多想了, 別人說要跟你一起生活嗎? 什麼?爸爸這麼疼我 還找一個工人姐姐陪我玩 一定是想接我回去 你爸爸什麼時候找一個工人姐姐陪我玩? 跟他一起的那個漂亮姐姐 那個女孩開的跑車超過八萬的 工人姐姐一看就知道是有錢女兒 我看你爸爸的款式是想追求別人 財色兼收, 不相努力, 你明白嗎? 你又不是爸爸 誰知道他想怎樣, 你想追求吧? 我不准你說爸爸, 他很疼我 對, 他很疼你 疼你疼得生結石 我不知道你爸爸以前是怎樣的人 但我看他現在的款式 眼神是飄忽的, 鼻頭是反光的 肯定是偷吃不眨眼, 食女兒不抹嘴 比海婷還壞過海婷的人 你提醒你媽媽, 你千萬別讓她翻兜 我不知道誰叫海婷 但爸爸和媽媽一定會在一起 我們一家三口會很開心, 很幸福 你剛才回來, 你有爸爸前爸爸後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 他是我爸爸 爸爸當然是和媽媽在一起 而媽媽一定會和我一起的 金醫生 有個叫嘉豪的男人送一束花給你 謝謝 高登哥, 警報 有個叫嘉豪的男人送花給金醫生 嘉豪? 看你的樣子, 感情有暗勇感 放在這裡名叫你, 有什麼對策 熟男說有Marker而已 醫生這種熟女想不到也這麼搶手 又Wilson又嘉豪, 你小心點 為什麼很小心? 女生收花很隨便 做事吧, 待會老闆看到你們嗎? 罵你們 英國的朋友, 你們好 今個暑假TVB Anywhere Plus 已經預備了一連串的精彩節目給你們 現在只需要透過WhatsApp登記 就可以拿到七日免費的通行證 快點檢查這個QR Code 跟我們的同事聯絡吧 這個是我媽媽 她是一個獸醫 平時罰人很刺激 作為一個專業的獸醫 我有責任去糾正他們的錯誤 在家裡, 甚麼都管 又管吃, 又管睡 沒有我批准不准吃 你再這樣, 我醃了你 幸好, 旁邊有個英俊 罰人挺好的, 又搞笑 還不時請我吃東西 如果不聽話, 或者可以試試用你 你在吃甚麼?我又想吃 她不能吃, 吃了就死了 為甚麼她聽得明白我說話 青春甜重劇, 寵愛啤啤 大家好, YouTube 的朋友 我是周家樂 我是王子恆 我是徐榮 立刻訂閱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們最新推出的 TVB Hub TikTok Page 收睇TVB精選劇集的精華之餘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麻煩你了